小朋友这条早上好 今天呢我们要做植物的部分 part of the plant 就是说有花、有树叶、有树干还有金的 这个步骤 你们拿到卡的时候呢 会有这一张纸杂 然后有卡片 然后纸杂是圆圆本本的颜色纸 然后你们要自己剪出来 然后做成这一个树干 首先呢我们先做树干 Stamp 我们先做树干还有树干 树干就是金 树干就是金 可以叫根 这个 先黏这个有这个brow color的地方 先黏跟着它这样子黏 如果你们有空你们就 你们可以画了过后黏哦 你可以大概黏着 你们呢是颜色纸来的 拿到这样的颜色本本的这样子 一张的纸 然后你们就自己剪 接下来 我说 不要再来 转抢 下去 这都是 可以 注意 真的 你 看到吗 你们那个纸那边你们先画树叶的形状 然后剪下来 然后在这边空洞的地方你们就 放一点浆糊 然后就把树叶贴上去 很简单的 这是一个老师今天做的是芒果树 芒果树 这样贴上去就可以了 首先你们要自己先剪好这些树叶 切在纸上面画树叶 画树叶了然后剪下来 拧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这个要黏漂亮一点 叶子叫什么呀 叶子叫leaf 叶子 ok 叶 leaf 你们应该也是有看过树叶吧 对吧 leaf 叶 就很随心的 你哪里都可以贴 贴完它就好 老师看哪里你剪的不太美的了 你就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 像这边不美的我就盖起来 ok 我给你的叶子的绿色 你剪完贴完就可以了 没有了是没有关系 要贴完它就好 要善用哦 好 你的叶子又好了 我再叶子 我的绿色的部位了 不过呢 叔老师讲过呢 要剪长花才会有果实 对不对 所以呢 红色呢 老师就把红色的这样子 颜色值 红色的 ok 红色的颜色值 剪成花的形状 剪成这样子 花的形状 有没有 你可以在纸上那边画个花了哦 还来剪下来 ok 很简单的 你先画线 你不要直接剪 画了再剪下来 相同的 你在空的地方 就放涨糊 有叶子地方你就不要放了 ok 放空的地方 放空的地方 看 这样子哦 所以芒果树会先长花 对不对 长了花 才会有果实 花英文叫什么呀 flower 花 ok flower 哇 你们把这些花 贴在空的地方 这样子你的树 看起来就比较满哦 有没有 啊 它就很满 好 我的花已经捏好了 flower已经捏好了 flower已经捏好了 leaf of flower我捏好了 我就要捏我的芒果 我的芒果是food 对不对 就是水果咯 果实 本来是黄色的一张纸 然后你们画芒果的形状出来 然后贴再上去就变成芒果树了 然后这些 你就可以贴在那个 刚才的空洞的地方 不要叠着 ok 你在空洞的地方看起来 你的树就比较满了 知道吗 嗯 这样贴的话 你的树看起来就比较满 就不会让空空这样子 你们画芒果 一个 倒的形状就可以了 好容易的 好容易的 拿果树 你不要脸太多啊 脸太多就没有那么好看 脸大概满就可以了 ok 老师都已经要完成咯 好了 我的food已经黏上去了 我的果实已经黏上去了 知道吗 黄色是芒果 然后你们可以用你们的铅笔 在那个 树的部位写上东西哦 比如说现在这是stem ok 老师就写stem stem 然后我挖个arrow 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是fruit 果实 我就写fruit f-r-u-i-t fruit 然后root 就是它的根部 我就写r-o-o-t-s root 就是它的根部 然后flower 你就可以找一朵 找一朵这个 ok 就写f-l-o-w-e-r flower 然后呢 叶子叫什么呢 叶子叫leaf 然后你刮一个arrow 指着那个叶子 写l-e-a-f ok 这样子就好咯 这样子就完成了 看到吗 这个今天就是老师要夹着part of the plant 植物的部分 你贴好过后你就写上你的字 这些字你们课本里面也是有的哦 如果你来不及看我的视频 课本上面也是有这些字的 你抄上去就可以了 好 希望大家做得很开心哦 然后上面这边有两个洞 然后老师有准备了一条线给你们 如果你们要把它挂在你们的墙壁上面 你们可以把这个线串上去 如果你们不要挂的话 你们就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 你把它串进这个洞里面 然后 这样子打结就好了 ok 你们不要打结也是可以的 你们就不要绑咯 你们就收着 有些人不喜欢绑 这样子就可以挂起来 看到吗 ok 好 今天老师教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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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